加州州長劉森在星期六簽署的 2,979億美元加州財政預算案當中 有1,200萬元是用於支付補償金 給合資格的非洲裔市民 朱慧琪報導 加州州長劉森在週末簽署 2,979億美元的預算案 當中撥出1,200萬用來補償合資格的非洲裔人士 此舉被視為加州在種族歧視 和種族主義方面補償非洲裔的一個裏程碑 至於金額將會用在哪裏 就未有具體的說明 當局也沒有說明 是否會直接支付一大筆錢給受惠者 就立法機關只考慮多項提議 包括向非洲裔正式道歉 或者建立一個機構來管理補償計劃 一些反對人士就認為 納稅人不應該為解決很久以前的政策而付出代價 除了巨額賠償金之外 支立補償機構辦事也很花錢 根據州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估算 支立補償機構每年花費州府300萬至500萬 而當局目前還未發布實施補償法案的估計成本 但是州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說 單是調查那些聲稱他們的土地 因為種族歧視而被沒收的家庭申訴 州府可能需要花費數二十萬元計算的開支 去年秋天 柏克萊加州大學政府事務學院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大多數的加州選民 贊成就歷史遺留的問題正式向非洲裔道歉 而只有三分之一贊成支付補償金 贊成補償的一方認為補償是正義之舉 大反對者就認為補償難以執行 而且分化社會 怎樣去公平合理界定受補者的資格 將會受到質疑 此外加州正面對巨額的財政赤字 怎樣應對大量湧現的撒償個案 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票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也顯示 大多數美國民眾都反對補償 當中以白人最為多 其次是拉美裔和亞裔 而非洲裔受訪者就普遍贊成補償 在贊成的陣容裏面 有學者就認為 只有作出補償 才能解決族裔社群之間 財富不平均的問題 因為有統計數據顯示 白人每賺100元 非洲裔就只賺90元 大反對陣營普遍認為 現代的美國民眾 幾乎都是移民或移民後代 不能為150年前發生的事而負上責任 當中也有不少人認為 美國人新勤工作 穩步向家庭財富平等賣進 並且取得進展 在歷史上 加州從來不是一個奴隸制度的州份 但在1850年至1860年期間 曾經有人由南方 引入2,000多個黑奴 去到加州開曠 伊斯波克記者 朱維琪報導 是有訪問的 谢谢大家